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尽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化名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推特用户 近来频繁的上传大量有关厂杀富士康工人抗议 以及全国各地民众抗议封控措施的视频 照片等资讯 及时性走在诸多传统媒体的前面 在舆论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有人说李老师以艺人之力完胜世界各大媒体 也有人说众人都在追看李老师卫视 对此李老师也罕见地接受外面专访 分享过去几个礼拜来的心得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李老师近来就中国国内几件大事 高密度的转发视频跟图片 在推特上广受关注 特别是乌鲁木齐火灾之后 国内民众对于风控政策的反抗等消息 远然已经成为了抗争消息的汇集站 但李老师受访时说 其实这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他本身会经常阅读跟接收国内网友的投稿 这些投稿不仅仅是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 很多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或者是心情等等 因为大家知道他接收投稿 所以就形成了向他投稿的习惯 近来当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 越来越多网友开始主动向他投稿 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账号被人发现 所以他们希望别人能够帮他们发出 他们想说的话以及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 特别是现在中国各地都在发生民众抗议 在国内事件最激烈的时候 李老师最高纪录每秒钟大概能够收到30到40个投稿 也就是说当一条消息他刚确认好 想要去编辑的时候 那条消息就被其他消息不知道谈到哪里去了 而且不只是同一时间有一件事情的不同消息 而是有无数件事情的不同消息 每天有无数多的稿件 所以他的私信总是非常的满 李老师也打趣地说到 富士康发生抗议的那一天 他其实只睡了三个小时 后来受不了了 就强制自己一天一定要睡满六个小时 既然得到的投稿多 那么挑选消息鉴定真伪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对此李老师表示 首先他会从经验来判断真伪 另外同一件事情 如果同时有十多个人投稿的话 那么基本就可以判断这一件事情的真实性 如果一件事情被说得很夸张 但是只有一个人投稿的话 那么就说明这多半是一个假消息 不过李老师也坦白地说 他当然希望自己可以客观准确 及时性地报道这些资讯 但是作为一个自媒体 作为个人的话 他是把及时放在第一位的 想要尽快地传递消息 也因此他会出现一些错误 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但是他会尽量地去修正它 对于这些抗争消息 李老师感性地说到 1989年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 只能够从纪录片来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图片上他们在做一些什么 但是在今天当人们真的走上街头 当他们喊出那些口号的时候 常常他一打开手机打开私信 真的是一边眼泪流着 一边去编辑这些内容 谈到过去这些时间以来 编辑过印象最深刻的消息 他说到当看到富士康的大门被民众点燃 然后这些人跟远景对抗的时候 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特别是以这种现场直播的方式 让他看到这件事 另一件就是上海26号晚上 大家一起大喊 罢免国贼习近平 共产党下台 还有成都27号晚上的游行 抗议者时刻都在保护身边的人 他们会不断地提醒防止踩踏 然后互相地帮忙 另外非常感动的是上海 当远景去抓人 大家就去阻止 互相去把那个人给拉回来 虽然这一波抗议频发 但是李老师认为这并不是明辩 因为大家的诉求很简单 就是要吃饭要生活 不能够这么变态清零下去了 就是很基本的诉求 所有的这种愤怒都是来自于风控 长期的风控带来没有收入 带来经济下滑 包括限制出行 以及各种各样清零过程当中的乱象 即使他们现实中接触到的愤怒 以及心灵上遭受到的伤害 包括长期以来的言论管制 资讯管制的伤害 只是到了26号跟27号晚上 大家开始喊共产党下台 霸触习近平 这样的口号其实主要是在大城市 实际来说 事情一开始在乌鲁木齐 或者是在一些小城市 甚至包括武汉这样的大城市 好像都没有听到这样的口号 所以他认为大部分人根本的诉求 其实是解封跟反对清零 李老师分析 中国人大部分其实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长大的 他们其实是把中国跟政府而为一的 因此他们只要是爱国的人 就肯定是拥护政府的 他们没有这样的概念去说 我爱这个国家 但是不爱这个党 他推测 民众可能会认为 反对政府是一件大不敬 或者是不应该的事情 是和自己价值观相冲突的事情 他们的诉求还没有到一定要改朝换代的这一步 不过传播了这么多抗政相关的消息 李老师也成为了中国当局追踪的目标 对此李老师也证实 从27号晚上开始收到大量水军的攻击 包括一些人身的威胁 他们就说自己是过安的人 知道他在哪里要他死 也有远景去他家做调查 国内也有一些人开始抹黑他 认为他是这一起事件的策划人 认为就是因为他发了几条推特 整个中国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对于被指责为境外势力 海外的幕后黑手 李老师回应自己只报导新闻 并且坚持中立客观真实 以及及时的标准来下去报导 他尽量避免破绽 让其他人污蔑他在煽动 或者是号召大家来做什么 不过现在他们已经把帽子 扣在他的头上了 尽管如此 李老师还是坚持要这样做 因为他认为在推特的中文社群里 需要一个这样的声音 需要一个人中立客观 及时跟真实准确的 去报导中故的事情 因为需要有人把这些记录下来 他觉得这是一个火种 一个个的现在传到他的手里 乌鲁木齐的大火在中国各城市街头 引发白纸革命 延绍多日 白纸革命有可能解封中国吗 呼喊要自由 反独裁 习近平下台的声音 也会被清零吗 这场群众运动跟过往有何不同 又将怎么被历史定位呢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时 分析了白纸革命可能的三种发展路径 首先是政府顺应民意 全面解封 结束清零政策 但是他对这一条路径感到悲观 即便中共想做 在习近平领导下都很难做到 因为清零是习近平的决策 关系到他的领导权威 他把这一项看作是经得起历史经验的 体现中国制度优越性的好做法 第二条路径是强行镇压示威行动 但是蔡霞认为 这将让中共面临到强大的国内跟国外的压力 中共现在处在一个两难的状态 要是再进行大规模的军警镇压人民 国际环境给他施加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比80年代之后 8964的处境还要孤立 对国内来讲这样的强力镇压 8964你可以开一次枪 你要是再敢开第二次枪 中共就彻底丧失的在人民心中 一丝一毫的合法性都不存在了 很有可能是加速自身统治的垮台 因此他认为 不到最后一步 中共不会采用屠杀性的手段 来解决现在这个问题 相较之下蔡霞分析 中共官方最有可能的路径是半软半硬的解决 一方面部分放松管制 另外一方面以惯用的隐瞒真相 推卸责任 转移视线 高压手段阻挡人们聚集 瓦解运动 他说这一次的抗争事件 可以达到人们举步性的要求 但是不可能解决制度性 根本性的问题 矛盾依然积累在那个地方 不过以后有可能 再有什么样的事件再次爆发而已 即使中国官方正在大动作地 把示威者的声音清零 蔡霞认为这场以居民为主题 追求自由的群众运动 跨越中国社会的各种不同阶层 注定载入中国政治转型的历史 他说提出的口号可以看出这个状态 社会动员极高的一个 共同基础性的诉求是 结束清零要求解封 另外一个共同诉求就是要求自由 那么这种自由要怎么样理解呢 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要求 就是你让我能去打工 开小店 让我能够有一口饭吃 要求我们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经济生活 可以看到中间群体 特别是在大学生 学者群体当中 他们提出的要求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跟表达自由 另外外界认为提出所谓最激进的口号 是指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清零政策问题 而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口号要求的是 共产党下台跟习近平下台 蔡霞说跟八九六四运动相比 当时中国整体处于改革开放 思想宽松的时代 广场上学生更多的是 对党寄予改革的期待 诉求反腐败 要民主 相比之下 当白纸革命当中喊出两个下台 就代表制政者在人民心中 已经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 他认为市民们要走上街头 他们是要抱着牺牲自己的心态 拼死一搏也要发出呼声来 这次人们决绝的态度 跟勇敢牺牲的精神 他觉得要比八零年代不一样 取决于环境的严酷性 人们对中共已经没有期待 没有幻想 提出自己的诉求 哪怕以命来象征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剪辑予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